時世易 蒙掛 久矣 包蒙 絕英會難得不同 久矣 包蒙 吉 立虎吉 紫黑家 這枝是蒙掛第二鴨 包蒙是包蒙因為一時無閉 而做錯事的人是吉少 這枝鴨為羊 倉鴨為陰 有立虎喜慶吉利 紫黑家 是兒子得到父親信任 自利家政 在難得糊塗的絕英會上 楚莊王不追究調戲許姬的唐餃 後尼加唐餃拼命效尼的故事 可以解釋這枝鴨的鴨耳 周定王二年 即公元前605年 楚莊王經過艱苦作戰 平定伴亂之後 設宴慶賀和論官行賞 宴慶賀設在夜晚 酒席上擺滿膠崖美藥 宮廷樂隊在一旁奏樂座卿 幾個妙齡女子 天天起舞 好熱鬧 楚莊王有個寵姬 叫姜氏許姬 許姬 姬如形姬 五官秀美 身材苗條 是楚國後宮第一美人 莊王為了表示對神術的感激 將許姬叫做宴慧 由許為各位神療斟酒 許姬斟酒來回穿梭 燭光是命是暗 許姬走到仙女下凡 每被一個人斟酒 見到許姬千千玉手 好 聞到許姬的體香 幾乎令人難以把持 走到半壇 突然之間掛起一陣大風 將夜會上的燭光全部催熄 在這個時候 許姬就感到 有人在黑暗之中拉去的三袖 許姬有一身功夫的 自然反應很快 反手就將那個人空前的鷹樂 抓在手裏面 許姬告訴楚莊王有人非禮她 她已經拿到非禮人的鷹樂 鷹樂是將夾項圈或者項鏈 和長命鎖這些項色 融為一體的一種飾物 多數是在空前的 只要知道誰人沒有鷹樂 誰就是非禮她的人 工人只是準備重新點觸 莊王就命命不要點觸 她叫每個人將鷹樂拿下來 放在一起 之後痛飲盡寬 晚宴之後她很生氣地和楚莊王說 男女有別 君臣有義 我代表君王斟酒被人調棄 王你就不去追查 怎樣嫌君臣之禮 男女之別 楚莊王笑著這樣回答 君臣宴本來應該是日後的 看你講喝都不能吃過三杯 我只在夜晚切宴就已經失禮了 他們都喝了不少酒 酒後出現各種狂態 都是人之常情 如果追查定罪 郭氏門都很寒心 還會說我只會準送婦人 後來一個驗庸的文人 作左手七絕地道稱讚楚莊王 暗中軒味 最忠情 玉手如風 以絕英 盡雪君王 江海量 促如水技 十君清 七年之後 即周定王十年 公元前597年 楚莊王興兵佛席 前部主席雙禄的副將唐皎 至高奮勇 縮百幾個壯士 為全軍做先鋒 唐皎拼命殺敵 一日之間就官到鄭郭的角都交外了 楚莊王誇獎 統率大軍的雙佬 雙佬就這樣說 這個不是我的功勞 是副將唐皎的戰功 楚莊王決定掌賞唐皎 並且重用他 唐皎就說 我就是那個謙美人衣袖的罪人 大王能夠隱瞞神的罪 無誅殺到神 神當然要拼死以下魅力 還怎敢獲得獎賞呢 當日晚上 唐皎就靜靜地離開了 楚莊王這次宴會 被後人稱為絕英會 流傳千古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真相只得一個 但誰一個才是真相呢 心事如尋 難得糊塗 大事精明 小事糊塗 才是做人處世的上上之賊 知道真相很重要 但並不是必要的 真相如果帶來傷害 寧願難得糊塗 只有撫平傷痛的真相 才值得去追尋的 傑桑巴 在雙口上灑完的所謂真相 讓一切除風 麻木八草就更加好 清朝乾隆時期 秦桑的後人秦姦泉 可有才學的 三十幾歲 參加科技考試 上了電視環節 他的身份 當時被人救病的 乾隆本來都不想被他做狀元 秦姦泉 問秦姦泉 你是不是真是秦桑的後人 秦姦泉不卑不亢地回答 一朝天子一朝神 表明秦桑是秦桑 我是我 秦桑是過去 我現在只是為人的神子 乾隆聽了之後很開心 覺得是海盜之才 將造型的名頭給了他 秦姦泉之後又稱為秦大士 秦姦泉有一天 紅色日的私友由惡王分 私友要提對聯 已記了一次猶中 秦姦泉就提了 人從信後修明軌 我到分自然愧生存 這種傑人倉包圍落的所謂真相 足以毀人一身 電影《驚雄本色》的色囚 就是所謂真相的受害者 在家裡 每個人都應該尊重成員的秘密 茶探家庭成員的秘密 往往會引發加辯 最常見的就是茶探配合初戀情人 因此而引發慘劇多不勝數 其次就是婚外情 知道之後 假裝不知道裝糊塗還是直式其非呢? 在作出抉擇的時候 往往都後悔當初為何追查 在職場 職場便發生的每件事都是秘密 這些秘密都沒有真相 只有利益 企業產品有問題 是結法還是掩飾呢? 團隊一面有人做了不法的行為 是不是會大意滅親呢? 下屬犯錯 上司是公審追究還是私下解決呢? 這些都是即場或一日發生的事 在國家對執政者有利的才是真相 打擊敵人互相包庇 自古都是這樣 於今猶烈 追求真相 往往是墮入騙局 所謂的極密資料 只不過是騙人的手段 九二包蒙吉、立府吉、紫克家 包容已受蒙蔽而做錯事的人 在這些掛來講是吉笑 但在今天來講是包庇 掩飾真相變了空笑 古今情況是不同的 謠義也不可以一概而論的 中文字幕提供 某果有多種